早安你好 欢迎收看早安八点 早安加分 讲开早安 小分 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 好 最近这一段日子应该很多人忙着要送礼或者是收礼 因为中秋节啊 中秋节啊 很多人都会送礼 送柚子啊 月饼啊 对不对 下个礼拜二就中秋了 不过今年应该算是没有年假了 所以好像这个节味 没有这么浓 对不对 比较淡了一点 但是这里还是要送 因为台湾人就是很重礼数 每逢过年过节啊 都会送啊 要送的还不止这些呢 对不对 还有很多的节日要送 像生日要送啊 纪念日要送啊 等等的 对不对 去人家拜访也要送 是 没错 那最近呢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 我朋友的生日 然后呢 送他一个什么呢 送他一个遥远的生日祝福 这个蛮特别的 对 蛮特别 生日礼物呢 是请了一个非洲的人 来跳舞给他看 然后上面就会写说 诶 谁谁谁 看一下 生日快乐 赚大钱 赚大钱 天天开心 天天开心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我画 好 这次远从千里来 你看这个就知道他这样子的名字哦 你给他这名字秀出来了 没有关系啦 还写一下 他有讲中文耶 对 他讲中文耶 你可以客制化 譬如说 就写说 江海 生日快乐 哈哈哈 就是这样子送给你 对不对 花多少钱 现在好像 应该不用一千块 好 不用一千块 对对对对 跟蛮特别的一个生日礼物啦 对不对 那其实说到这个送礼的话 也是有学问的 台湾人真的蛮爱送礼的话 对不对 从生日开始送 记不记得 初生开始送 记不记得我跟你讲过 我们在节目上面也有讲过了 你去拜访人家 对 要送礼去 台语怎么讲 国语就叫做伴手礼嘛 对啊 对不对 丹楼 对 你还记得哦 有印象 真正的 台语也叫做丹楼 丹楼 对对对对 现在的人都讲说 叫做伴手礼伴手礼 对对对没错 它是用国语直接翻过来 哦 以前叫丹楼 对不对 丹楼 因为以前的住址没有那么好找嘛 哦 现在像是 这个交通四方 四通八达 对 对不对 路很好找 导航一下就到了 对 你去乡下的时候 以前的乡下路 比现在更难找 对不对 所以呢 家里面的人啊 你要去拜访的人 可能就要到 比较大的路口 来等你 等 哦 在路旁边等你 等路这样子 好 好 我们来看看 送哪些东西 从出生开始送 对不对 出生啊 比如说考试啊 升官啊 立厨也要送 过节 逢年过节 春节端午中秋 你去探病 你也会带个 这个礼盒啊 这个鸡腿便当 红包啊 这鸡腿便当 应该是生男的 鸡腿便当 还要再加 你不可以这样子 这样不公平 还要再加两颗红蛋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都不讲了 结婚啦 生日啊 一直到这个红包 白包全部都送 送桃 对不对 你有吃过送桃 台湾人这就是 真的搞雷手啦 对不对 什么都在送 尤其是男生 男生最可怜的 算一算 一年 对女朋友就好了 对另外一半 父母还没有算 对另外一半 一年下来 十二个月要送礼 几个月要送礼 你知道吗 第一个 生日 对不对 接下来三个 情人节 情人节为什么 三个 西洋情人节 白色情人节 对不对 都有你的事 七月份的情人节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 纪念日啊 结婚纪念日 或者是交往 几百天的纪念日 对不对 然后还有呢 还有什么 对还有啊 过年也要送嘛 红包 对过年过节 对 这就是安太座的意思 保你这一年 顺顺利利 方条与顺 但是这个 这要做啦 要做 清明节的时候 不用送了 好提到红包 其实怎么包红包 也有学问 你知道吗 那像 有人说给父母长辈的金额 你要逐年的增加 这当然是想过年啦 是 那给晚辈的话 金额要一致 因为怕吵架 不一样的话会吵架 一个200块 对 金额呢 要双数 象征比较吉利 对 但是说到双数 你就会说 那一千是单数还双数 对 一千是单数 我曾经包过 白包给人家是一千块 所以你把它认为是单数 对 结果人家退500块回来 哈哈哈哈 你是故意的吗 没有啦 你这么讲 民俗的人家说 其实一千是极数 就是双数 是 然后另外呢 红包的话呢 就是不封口 草票不要折哦 好那如果是白包的话 你就要封口 代表说只送这一次 是 对 那另外呢 看到这个就比较特别了 上面有钱 草票 红包我们不是说包在红包里吗 是 那这怎么全部都漏出来 这是最大的 天堂 地堂 无骨公 哦 天顶有天公 地下有无骨公 哦 所以这是无骨公 无骨啦 无骨最大啦 无骨的 包的红包的钱 都要亮出来 对对对对 这个有一点点 以前啦 以前 我们小时候会常常看到这样子啦 大概 哦 大概三十年前可能就看不到了 应该三四十年前就很少了 就应该是消失的台湾传统文化了 这个是就贴在大厅 吊在大厅啦 对 那应该是祖先牌位的旁边啦 哦 然后钱的话 这样子牌这么整齐的 我没有看过牌这么整齐的 一般来讲要把它弄成扇子 哦 特殊造型 对或者是弄成圆形的 然后呢 去喝喜酒的人就会在那边算 这个无骨包多少 哦 有面子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个只有一个一面而已 还太少了 一般来讲就是你那个祖先牌位两边 要中两年啦 中两年 排在那里 现在大概都没有在做这件事情 那已经没有了 现在都可以来配了好不好 大家 然后电子支付也可以 人情味都没有 这些气味都没有 来配了 时代的进步好不好 不用这样子了 我这个年代的朋友可能会有印象 会有印象 中两年 那现在都是材不漏白嘛 对对对对 你还知道你这个无骨这么好贵 你老板就要洗 出门的时候就要洗耳朵了 好啦 这是包红包啦 那另外我们说 那你送礼的话 有些不要送 是 哪些不要送要注意来看看 有哪些 钟表不要送 人家应该是说 很多人应该知道啦 对 然后另外剪刀 送钟表 钟不要送 钟不要送 表应该可以吧 表我也接受啊 你要有相赚的你才接受啦 你那个夜市买的你就不接受了啦 所以钟表我不忌讳啦 刀啊剪啊剪刀啊 然后还有这个鞋子 人家说鞋子不要送 因为呢 有意思说是脚上的东西 你送人家就不尊重嘛 然后还有就是说 你会分开走远的意思 对 不是啦 他说你爸爸会走路啦 哈哈哈哈 但是现在好像也没有 这样子太大的禁忌了 对啦 现在这个禁忌应该都比较少了啦 雨伞的话呢是比较少人送啦 对啦 那蜡烛的话 可是现在很多香氛蜡烛不能送吗 对啊 对不对 所以有些经济现在也已经没有那么遵守 没错 那但是其实在台湾跟在国外 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 送礼的方式不一样 也不要踩雷喔 我们现在看 日本就是一个真的是很多礼的国家 日本真的是送来送去 对不对 而且你没送可能会记在心里 日本表面功夫做得很轻 他们在外面很轻 对 回到家里面就很放松 对 倒个垃圾也要化妆 哈哈哈哈 这个礼俗一定要做到 他们认为说这个是礼貌 对对对 化妆 不要去跟他们惊住了 哈哈哈哈 好啦 那你不能送他什么 千万不要送梳子 是 这个谐音不好听 另外呢 梳子应该是日语发音不好听 日语发音 然后另外 成双成对的东西 他们也不喜欢 像台湾就喜欢送成双成对的 对不对 碗块啊什么的 他们觉得说 那你一人一个 表示说你没有在祝福他们 按时要分开的意思 对 然后另外他们很喜欢包装 对不对 包装只会包好几层 里面三层 外面也要三层 但是有些要注意 我们不要用不对的颜色 像是白色黑色绿色 都是不行的 那用花色的纸是最安全 对 你去日本 你有没有发现 日本的男生 很少人穿红色的衣服 好像是他们都穿黑色的比较多 对 他们应该穿深色的 他们穿深色的比较多 不穿鲜艳的 对 比较不穿鲜艳的 你看这个鲜艳的颜色 很奇怪 这个每一个国家的国情都不一样 这个文化不一样 像我去日本穿那个红色的外套去 就只有你 好像只有我的样子 大红色很招摇 我后来每次要找我一看就知道在哪里了 另外呢在英国的话送百合跟送菊花也是不适合的 是 台湾也不适合送菊花啊 对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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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菊花是有名的 我们这个花梗是特别长 对对对 考虑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花梗会特别长 为什么我们的花梗 菊花的花梗 我要想一下 对 这提示一让菊花长得很快 对 好 长高 好这提示一 24小时都在长高 他晚上不会休息 对晚上不休息我知道 因为有灯 对啊 对 菊照 菊照 这个在我们那边啊 田尾那边很有名 就是晚上的时候呢 也是一个约会的地方 看菊照 看菊照 看菊花 菊照 好 那另外沙鲁地阿拉伯的话呢 不要送酒哦 因为他们国家有禁止说不喝酒嘛 那你送人家酒不就是踩雷了吗 对不对 好另外呢 动物图案也不行 尤其是猪 哦 猪的动物图案不要送 他们不吃猪吗 有啊 他们觉得有些动物是比较不洁的 哦 对 然后另外你不能左手送礼物 你一定要右手 他们用左手擦屁股吗 呃 这样我就不知道了 我去认识一下 差不多 对 好那另外还有其他国家呢 也是有一些禁忌的 像法国很特别哦 你不要送他有这个仙鹤 鹤的图案 驾鹤西龟 对他们觉得这个鹤呢 是愚蠢的标志 你别骂他笨 核桃也是不吉利 但是如果你在法国 你送香水给女生 你就要注意了 好 不是什么都能送 是吗 对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在法国 送香水给女生的话 就表示你有暗示他 你有其他的企图 哦 是哦 对 是晚上见的意思吗 诶 我不知道 哦 所以 你可以试试看 他比金针菇还要快 对不对 金针菇是明天见 这个是今晚见 是不是 好啦 那在印度的话呢 不可以是牛 因为呢 他是比较神圣的动物 哦 牛他们是比较神圣的 那德国的话呢 你不可以提早 跟他说生日快乐 哦 哦 不能提早 不能提早 他们不喜欢哦 因为他就觉得 你有诅咒他的意思 哦 他人认为是 你到时候再讲 已经来不及了 对对对 哦 所以他会联想到 不幸跟死亡 哦 所以这每一个国家的文化 都是不一样的 那尤其现在已经到这个 呃 又是要到中秋节嘛 是 所以很多人开始在收礼啊 开始在送礼啊 所以这各国文化 给大家参考一下 中秋过完了以后 我们除了说生日啦 那些以外 中秋过完以后 接下来下一个 要送礼的是什么 春节啊 不是啦 你忘记了圣诞节 哦 耶诞节 耶诞节 忘记了 对对对对 表示他还脱离送礼的 时间已经蛮久了 收礼 我收礼 好啦 赶快来关心 这个天气的变化 先叫我加开 好的 来我们来看一看的 还是呢 目前户外空气品质的状况 那现在在新港 稍稍不好一点点 但是也还好 黄色的 当然没有绿色来得好 只不过它也是普通的等级而已 空气品质 事实上都还算是不错的 那至于在降雨的情况 低压正在逐渐的接近当中 北边的云野区下来了 今天清晨 观音这边呢 下的比较明显 下了31毫米 从北边下来的云城 所以目前在北海岸啊 大台北啊 桃园这一带开始下雨 所以低压在接近 那今天新竹跟苗栗也会下雨的哦 那至于说温度上面 跟昨天这个时候来做比较 马祖金门澎湖 差不多 现在已经来到28 29度 台湾本岛这一带 北部这边因为有下雨 基隆淡水台北新乌下雨 温度上面稍微下降一点 其他地区的温度 甚至有稍微往上升哦 这个低压下雨的范围 主要影响大概差不多新竹 苗栗以北 一直到宜兰这一带哦 那至于天气系统的状况呢 我们来看看跟台湾有关系的 其实最主要就是目前 在琉球的这一个低气压 那这个低气压结构比较差 我们看到低压中心在这里 云层在北边 整个高低层配合不好 所以结构差 要在发展事实上空间不大 大概顶多就是像热带性低气压 会通过北部海面 那到了今天晚上的时候呢 它往着这个北部海面 这边在接近的 低压的风是一个逆时中旋转的风 这个时候风吹下来 影响的地方主要是以北部 还有宜兰为主 那花冬呢 因为这种西北风吹进来以后 中央山脉挡着 花冬是在背风面 平地下雨的机会就比较低 不过山区要注意午后阵雨 中南部的平地 也有机会下到午后阵雨 但是大部分应该比较靠近 山区的旁边这边 所以呢 中南部的天气说稳定 也不是那么的稳定哦 另外除了说这个低气压之外呢 关岛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形成了 快的话可能这一两天 它就会变成今年第13号台风 移动的路径来看 大概朝向西北 然后呢 往这个琉球这边在接近当中 礼拜六 礼拜天大概就经过琉球 然后呢 可能往长江流域这边接近 目前来看 要直接影响到台湾的机会 是比较低的 但是还没有完全排除 因为礼拜六礼拜天 今天才礼拜二 这中间大概还有差不多四五天的时间 变数当然还是很大 还要持续观察 只不过呢 要直接清洗台湾的机会比较低 这个可能变成今年的第13号台风 后面还有一个可能会变成 今年的第14号台风 那移动的路径的话 看法更分歧了 欧美的看法差很多 昨天原本做登陆的 这一个美国的模式呢 今天往北调 大概跟这个13号台风 路径比较类似的 那昨天原本呢 从菲律宾北边的沿海 这一带过的欧洲模式呢 往北调上来 刚好从台湾进来 那会不会再往北调呢 那当然还有这个机会 目前来看的话 这两个模式呢 唯一比较类似的 就是路径都在往北调当中 那未来还会不会再做调整 当然还会 因为纵使要来到 我们台湾附近的话 应该也有可能是 下个礼拜三礼拜四了 那自己会不会直接清洗 当然变数很大 只不过呢 要提醒说下个礼拜 如果安把一些活动的朋友 可能要注意 那如果我们没有安排活动的话 可能过几天 再来观察更后面 可能会变成为14号台湾 14号台湾的这个系统就可以了 那卫星云土看一看 云层发展的状况 那主要的云层 当然就是那近期之内 跟台湾有关系 就是这个低气压 大部分的云层在中心的北边 但是呢 有一部分的云层 还是有顺着西北风进来的 那这个云层因为范围比较小 没有那么厚 看起来就不是那么的清楚 我们从雷达这边来看一看 会再更明显一点 主要当然是从北边这边下来了 这里都有一些云雨区 部分的云雨区这样子下来 就影响到了 那今天清晨 大概差不多六点多的时候 就是这一条云层下来了 那经过了桃园 一阵雨下得比较急 比较大一些些 都是一些比较零星的云层 所以北部东北部这边 大概有时候雨一阵一阵的 累积下来的降雨量 可能山区会比较明显一点 那其他地方偏向午后阵雨 气象鼠所预估出来降雨的情况 我们也来看一看 那这个是今天的白天 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低气压 它的本身的云层带来的降雨 苗栗以北到基隆宜兰这一带 其他的大概就是午后阵雨 中南部的午后阵雨 可以看出来 大部分是比较靠近山边的地方 那花东这一带的平地 下雨的机会就比较低 因为是被封面 那另外山区可能要注意午后阵雨 入夜了以后少了热对流了 那很明显的中南部 花东这边就没有雨了 但是北部这边受到低压的影响 还是有阵雨的 等到明天白天下雨的范围又变广了 但是跟今天白天比较起来 范围没有那么广了 那只不过还是有一些午后阵雨 这个是低压离开的 明天开始就是属于午后阵雨 大部分也是偏向山区 不过部分地区的平地 西半部这带可能会碰到 入夜了以后少了热对流了 台湾上空就几乎没有下雨的状况 那至于未来这一个礼拜的情形呢 今天主要是低压通过 北部东北部这边短暂雨 中南部午后阵雨 礼拜三开始 大概就恢复到中午过后 有一点局部性的晒伐 再来看看今天各地区的天气预报 现在看到的是在北部地区 那今天北部有一些短暂雨的状况 高温大概32 33度 另外中部这里天气就相对 比较稳定一点 不过靠近山区附近 可能会有一点局部午后阵雨 高温32 33度 南部地区在屏东午后阵雨 高雄台南的午后阵雨 大概也是偏向山区 另外在东半部呢 基隆跟宜兰有些短暂雨 主要跟低气压有关系 高温32左右 澎湖近门还有连江 澎湖有阵雨 高温大概在31 33度 现场交换给小芬 大家好 我是苏妍佩 炎炎夏日记得多喝水 也要注意防晒哦 安美诺美白胜物霜关心你 感谢观看